鸡蛋煮了 感觉这鸡蛋都已经冻上了 特别凉 吃鸡蛋吧 吃鸡蛋吧 你吃过早饭了 这鸡蛋太凉了 这一煮估计它煮爆了 有个心理准备吧 鸡蛋还在做 我先把塞拉溜了 房间打扫一下 蓝鸟走 走蓝鸟 这边正好是对着风啊 鸟快下来 那几个鱼还在叼着呢 啊 啊你那个 那几个鱼啊 一块要一周 一块要一周 你过来过来 一块鱼要叼一周 我天哪 好晴朗的天空 万里无云 快来吧吧 鸡蛋好了 希望不要爆 完了 要把它用水 要用凉水冲一下 这样好剥 这样好剥 爆爆爆 有点烫啊 还好 没爆 真是奇迹啊 我再洗吧 准备出啊 打扫一下 打扫一下 那牛要等着吃的了 我给他拿吃的 一会儿呢 给你拿吃的 他又找卡卡玩去了 哎 乖点啊 一说乖点 卡卡激动了 现在绳子掉了 我得每天拿这个棍儿 来撑 干啥来的 对给他 狗粮 来喝水 哎呀呀 哎呀呀 塞拉有点激动 已经受够了 哎牛 赶紧吃啊 快吃吧 把窗户打开 让他通风 在高海拔 这小风一吹 是不是还要给他再来一下 你们说要问他两餐 谁呀 在吧 不用啊 晚上 就少吃多餐嘛 就中午 来一点 晚上 来一点 就可以了 他有个适应过程 他有个适应过程 吃完了 吃完了 马上要出发了 支撑换下来 但是要到哥哥园的时候 5.2个气肯定会变成5.2个气 对 都要多一两个 是吧 是吧 你那你那太重 好多天又丢了一个 又丢一个 太太阳不错 太阳不错 我把这个门打开 晒晒太阳 因为这个ショット 我现在的胎压后面是4.5 跑了两天应该是4.4 4.3 那我现在一帐 现在是海拔3200 我估计有4.5 4.6这样 对讲机打开 把车热一下 先通电 再打火 上面有一个像W的一个灯灭了之后 再打火 先不打火 忘记了 先检查 因为昨天翻了山 然后又是高海拔 可以检查了 看有没有 渗车的 漏油的现象 我要把这个擦一下 厨房时间 用这个擦最好 它去油 这是转向液 擦一下 刹车油 擦一下 把这个都擦干净 看得舒服的 这发动机舱 保持得很干净 包括油 这个管路 很干净的话 这样有什么问题 能及时发现 上次漏油 就冷凝管 是这个吧 这个漏过一次 这个漏过一次 然后我就看到它有剩油的现象 然后能及时在4S店去保养 做一下维修 看一下机油 别走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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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没问题 好嘞 都没问题 看那个刹车油 转向油 都在范围内 看这边 那个冷却液 就少了一些 因为我这有过水热 所以冷却液会经常少 我还得去补一瓶 到4S店去买一瓶 或者到那个其他店里 对就少了一点 不但是 因为我前几天才加的嘛 所以它就 它还是有问题 冷却液就少了有 少了一点点 刹车油 啊 我车两年了没动过 还有过水热 我有过水热 它走的线路长嘛 它形成压力之后 就不行了 我这还没开那个采卵呢 我要开采卵的话 哎 估计少的更多 所以还得背一筒 好了 检测完毕 尤其是天冷的时候 一定要先通电 然后多找一会儿 咖啡泡好 水泡好 我还没吃鸡蛋呢 天哪给忘了 忙到现在 感觉又是个溏心蛋 没煮熟嘛 还是因为高原 我煮了有十分钟啊 什么情况 你看 里面这么嫩 还有三个蛋 没煮熟 好尴尬呀 继续蒸 本来想给赛拉吃一口 继续蒸 这就是高反 现在十一点半 我再蒸十分钟 不幸蒸不熟 是吧你们 还是要多一个机位 这个机位 开车的时候比较方便 导航 好了 赛兰准备好了吗 嗯 好走了 月龙他走后面 因为他要控制水温 还有 五十分钟 到相隔点了 我不用加油 我也不用 我也不用 我回家以后还可以